天氣涼涼的,但還想玩水? 去玩直立版瑜伽吧! 這間位於梅窩的瑜伽Studio 暑假才正式開幕 由梅窩碼頭向銀礦灣泳灘方向 走十分鐘便到了 負責人Bernice本身是從事設計工作 外上梅窩,還開瑜伽Studio 自己本身都很喜歡做Yoga 進來梅窩後見到沙灘風平浪靜 他覺得很適合做一些水雙瑜伽活動 機緣客之下,同一班智隆道的朋友 就做了這個SUP Yoga 這個是特地做Yoga的SUP Board 一般的標準的SUP Board 是比較寬闊和長身 方便大家做Yoga 前面有一個橡筋帶 給你儲蓄你的除色文品 防禦袋可以扣著 板頭有三條繩 其實是負責我們的老師扣 一塊老師扣 就可以連接八塊學生扣 大家就去上升一個八個人的扣 其實我們一般都玩Yoga 很少會穿舊身衣 因為它很大 如果想保障安全 基本上我們會幫我腳 由Studio走去沙灘 大概三分鐘的程 導師Carmen還說 未玩過的都可以即時學 任何人都可以參加 怎樣開始就教SUP Yoga 是因為我自己喜歡在水水活動 我自己有SUP 我覺得其實SUP沒什麼難度 因為因為板板比較陰 你也是出去的時候 會比較用你的平衡力 其實跟你在脊子上做 完全是兩回事 你使用的力其實是手 還有在你的臀部會比較多 感應力就不是太著重的 最主要是你的平衡力 你怎樣可以在水上掌握到 體驗歷時一個小時 會試到很多簡單的瑜伽動作 八位學員有一半都是新手 直立版瑜伽究竟是否容易玩呢 好玩啊 但是你的肩膀呢 為什麼你... 在這裡 在這裡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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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玩了一圈 我覺得都挺挑戰的 我平時也有做開Yoga 但是在水上面的平衡 是再要講究一點 但是也能掌握到的 瑜伽老師很細心 我平時在Dream Room做的 是很有不同的 難度高一點 但我只是初學者都可以拍 好玩 完了直立版瑜伽 還可以去Studio來個SoundBath體驗 體驗前聞一聞秘魯性木 有淨化的作用 平時的SoundBath體驗都是黃銅仲撥居多 但是Carmen的工具 就是水晶和寶石為主 水晶碗的聲音更加清脆 柔和 做完運動 來個聲音 massage 整個人都輕鬆了